问问一根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这次主角又又又是柳如烟 但这个柳如烟 你能给几分呢 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五年 她厌倦了我的无趣和一成不变 被年轻帅气的男孩勾得意乱情迷 但却又对朋友说 只是出去尝个仙而已 结婚当然还是要去 既不出这种腼腆男了 婚礼迫在眉睫 所有人都劝我不全大决 圈子里最放荡的余又威 却拦住了我 腼腆男敢不敢叛逆一次 三天后的婚礼上 柳如烟看着我颈侧的吻痕 气得捧花都拿不稳了 我笑得浅淡 尝个仙而已 你生什么气 不过尝过才知道 你挺无趣的 没她花样多 我没见过这样的柳如烟 一向明念端庄 举止显雅的世家千金 如今却散乱着衣裙 在沙发上 跨坐在一个男人的腰腹上 仰脸送上热吻 她眉眼之间染的醉意 眼底已经一片意乱情侣 却还能在最后一刻偏归 让那吻堪堪落在了脸侧 如烟 你玩这么疯 不怕记不出之道 只是长得闲 柳如烟神色散漫 她知道又怎样 也是 你们马上就要办婚礼 勤俭都发完了 她那样的腼腆男 顶多也就哭一哭 柳如烟点了支烟 笑得毫不在意 我心里有数 结婚当然还是嫁她这种腼腆男 养得金丝雀 却要千娇百妹才好玩 一片哄笑 凌乱不堪 柳如烟微勾唇 捏了捏身下男人软嫩的脸 把你衬衣脱了 给他们开开眼 男孩笑得很焦 可人家只想给你一个人看吗 柳如烟也笑 可笑意却不达眼底 听话 别扫兴 那男孩只能当场下了声音 我站在门外好一会儿 有人出来接电话 才看到我 博初哥来了 如烟喝醉了 刚才还在念叨你呢 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就不进了 不打扰他看男模 那人有些尴尬 一时间没说话 大约这是我第一次有提醒 让他很意外 如他们所说 我是圈子里出了名的腼腆人 柳如烟这段时间玩得荒唐 身边人都有所耳闻 但每一个人 无有例外都在劝我忍 女人哪有不三心二意的 至少柳如烟对你很用心 马上就要办婚礼了 你要顾全大局 顾全两家的脸面 我只觉得可笑 两家的脸面 却要我一个受害者来顾全吗 你们完 我先回去了 活初哥 如烟也就拿他们几个门 别跟过来 我忍了眼泪 转身走得飞快 只是刚走到电梯处 却被人给拦住了 抬手擦眼泪的间隙 我皱眉看向面前的女人 是于又威 圈子里口碑名声都很差的交际话 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嘴角咬着一支烟 看着我的目光 很有些肆无忌惮 我听说过很多有关她的不堪传言 下意识 就有些戒备的后退一步 和她保持了距离 腼腆男 于又威摘了烟 冲我微调眉 敢不敢叛逆一次 我穿着黑色西装 百年不变的短发 是长辈们眼里的乖宝标杆 私下里 却也是被人耻笑的可怜虫和软柿子 于又威柳眉信念 自容绝代 我原本不想搭理 可于又威却又一笑 垂眸鸡笑道 算了 知道你不敢 没劲 我转了一半的身子 又转了回来 谁说我不敢 于又威抛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 跟我走 我钻住手带 肩背挺直目不斜是走入电梯 于又威笑了一声 也跟着进了电梯 电梯门盒上那一瞬 于又威伸手搂住我的腰 直接将我带到了她怀里 她身上的香水味 和柳如烟很不一样 泥园的气息强烈到爆炮 就连香水味都更显能力 我一时有些不适应 轻轻咳了几声 于又威居高临下看我一眼 娇气 是你身上味太重了 我粗没想要推开她 于又威手上的力道 却更重了几分 委屈你了 等一下我就洗澡 洗澡也没用 还有烟味 抽了还有味 我偏过脸 皱着鼻子努力离她远一些 于又威笑了一声 忽然低头亲了我一口 今天就见 承罢祖宗 我脸上一阵燥热 19岁和柳如烟订了婚 到现在整整四年 于又威是除她之外 第一个亲我的女人 到了地下车库 我身上的燥热还没有退去 于又威开的是一辆汗马 使出城区进入环山路 车速飙高 最后冲上山顶终点 心脏跳得很快 难受却又刺激 那种快感 难以形容 于又威打开车门 扶我下车 能站吗 我腿有点软 但还勉强能走 就推开了她的手往前走 于又威也没坚持 山顶的观景台 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万家灯火都在我脚下 头顶是浩瀚星空 无边无垠 心里愈结的那些闷气 忽然就消散了大半 于又威站在我旁边 拿出烟盒 忽又想到什么 干脆将烟盒捏成一团 丢入了垃圾桶 我看着她这个举动 不知怎么的就笑了 笑什么 于又威的口吻有点凶 她转过身 伸手掐住我下河 纪博出 你这样笑 我会忍不住在这里便宜 听说于又威上初中时 就男朋友不断 她这人心不定 晚得花 但偏生长了一副好皮脑 多的是小男孩哭着喊着要跟她 我其实心里有点忐忑 却故作镇定 于又威 你没什么病吧 怎么 要不要我现在 就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于又威摸着我的脸 炙热气吸服过我的脸颊 这会儿才害怕 不觉得有些晚了 她这样一说 我不免真的害怕起来 抬手用力推她 于又威 我要回家 行啊 她倒是松了手 高挑苗条的身躯 懒散地靠在围栏上 声音懒洋洋地透着缓 想回家 自个儿走回去 我忍着气 狠狠瞪她一眼 转身就要往山下走 前几天有个连环杀人凶犯逃了 据说逃到了这座山上 那凶犯专长帅气男孩下手 听说他们是直的 仙女干 后分尸 于又威 我的脚步硬生生顿住 一阵阴冷山风吹来 我吓得顾不上其他 转身奔到了于又威跟前 他大笑 却又一把搂住我 而我还没从金句中回过神 于又威就扣住我的后脑 身稳了下来 起初我很抗拒 一直挣扎 于又威的嘴唇还被我咬了一口 浸了血 纪伯初 他抬手将血抹掉 看着我的眼神却有些冷 我红着眼 又怕又委屈 我想回家 于又威忽然笑了 回家 然后继续做个提线木偶 纪伯初 你是有多能忍 我挣住你 柳如烟是长辈口中的后起之秀 惠至蓝心的女中豪杰 可私底下的真面目却这样不堪 所有人都劝我忍 没人劝他不要辜负伤害未来的丈夫 只是因为 柳家的门地更高 纪家高攀了 为什么我要布权大局 就因为请柬都发了 三天后就是婚礼了 没人会在意一个木偶会不会伤心 没了娘的孩子 其实早在同一时刻 也没了亲生父亲 没人疼叹 没人为他撑腰 所以也就没了哭闹的底气 纪伯初 于又威有些纤细的指负 将我眼角的泪痕抹去 他又垫脚闻我时 我听到了很轻的一句 别哭 以后我疼你 于又威带我回了他的家 他独居在市中心一处豪华公寓顶层 顶层相邻两套平层被他买下大通 很大 却也很空 进门时我留意了一下 好像没有男人来过的痕迹 他将我的手机关掉 让我去洗澡 洗完澡后 我们在露台上喝了一点红酒 我很少碰酒 所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喝醉了的自己竟然是这样的 于又威的睡衣被我扒开了 我要先检查一下 你干不干净 我嘴里嘟弄着 手上的动作却不停 于又威起初好像拦了一下 但被我瞪着眼拍开了手 干脆也就摊开两条大长腿半腾 任我为所欲为了 于又威的身材是真的底 肤色血白 没有一块多余的坠肉 我伸手戳了戳 又往下 记不出 于又威却捉住了我的手指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想清楚 再往下一寸 你就彻底回不了头了 你是害怕了吗 还是你心虚了 我压了上去 揉了揉男人向往的高低 居高临下看着她 怕我检查出来你不干净吗 于又威忽然就笑了 这次的笑 却和之前几次都不一样 纯粹 却又愉悦 发自肺腑地唱完 我觉得心口都激荡了一下 她是真好看了 纪博出 你检查吧 她松开了手 我很艰难地把视线从她脸上一开 然后一寸一寸从小腹往下 嗯 于又威 她看起来有点可爱 于又威猛地咳嗽了起来 下一瞬 我却直接被她抱紧拉紧 然后我们的位置换了过来 同时我们两个人的身体 陷入柔软的大床 于又威扣住我的食指 有些蛮横强势地吻我 纪博出 你一会儿就会知道 她有多可怕 柳如烟是在凌晨三点回的婚房 那个当众展现身材 又前卫大胆的小男孩 跳起舞来时 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就到了顶点 她的情绪却在那一瞬开始回忆 已经将近两点 纪博出没有一个电话 没有一条微信 大约是快要结婚进入牢笼 她放纵着自己 有些过活 纪博出听到了一些风声也有可能 可她脾气性格都很软 家里人对她又不好 她一向很依赖她 就像朋友说的那样 生气了 红一红也就好了 她知道自己有些过分 却也并没有太多的不安 没有电话和微信也并不重要 纪博出一定还没睡 在等着她回家 柳如烟忽然就觉得 面前的男孩有些索然无味了 纪博出小时候也学过跳舞 可她跳舞时 绝不会是这样的神情 要怎么形容呢 神圣 对 就是神圣 那样的男孩 才是她要嫁的男人 才配做她的老公 司机将她送回婚房时 整栋房子都没有亮光 柳如烟微皱了皱眉 下车时 莫名的有些不安 她进了主楼 穿过客厅 上二层主卧那里 主卧的门半开着 她走进去 开了灯 暖色调的光芒 铺满了整个房间 偌大的昏床上 被子平整地铺开 纪博出并不在 柳如烟的酒店 突然就醒了大半 她急不走进惯喜室 又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地找过去 都没有 最后她停了脚步 拨了纪博出的电话 却提示关机了 柳如烟忽然觉得 一阵说不出的烦躁 她扔下手机 将发布扯开 坐在沙发上 纪博出应该是真的生气了 可能回自己家了 对 她也只能回纪家 柳如烟忽然就安心了 不过没关系 最迟明天早上 纪家会亲自把她送回来 而这一次 她有些愧疚 所以她会好好哄她 在她家人面前 给她足够的脸面 她很好哄 她在清除故宫 而另一边 已经将近中午 房子里很安静 于又烟也不知道去哪 我又躺了一会儿 刚才懒洋洋起床 洗漱完到露台上透气 却看到楼下花园那边 于又烟正在洗一辆重型机车 阳光很好 高压水枪喷出的水花里 甚至隐约献出了一道彩虹 但最吸引人视线 却还是于又烟那完美的身材 高挑苗挑 形状上加 我不又又想起昨晚那些荒唐 她后来在床上那些表现 倒是符合她的外表和人设 我甚至记不住自己小死了几回 而于又烟竟还一个劲问我 纪博出 她可不可爱 你喜不喜欢 脸颊正滚烫时 于又烟已经关了水管 随意往楼上看过来 视线与她的相处 我只觉脸烧得更红 下意识就要退开 于又烟却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纪博出 她靠在机车上 随手将威师的头发 镜束向后拢去 那整张好看的脸 就完全展露 阳光下 她冲我笑得畅快 却又有些得意 那骨子至得意买劲 让人恨得有些牙牙 可心底慢出的 却又是无边无际的酸甜 我瞪了她一眼 转身进了房间 换衣服下楼时 于又烟已经等在餐厅 饿了吧 先吃饭 她很自然地起身 将我拉到她身边坐下 餐食无一例外 都很合我的口味 这让我有些意外 只是我的胃口并不太好 三天过后 就是我和柳如烟的婚礼 季家早已收了柳家的嫁妆 这些年 季家的生意也多有仰仗柳家 说白了 是季家需要这桩婚事 并非柳家 也并非我 只是 季家没有人关心这些 不喜欢 于又烟见我整个人都烟烟的 也割下了筷子 带你出去吃 于又烟 我戳了戳碗里的粥 心事重重 三天后就是我的婚礼了 你还要回去 于又烟脸上 没什么表情的看过 季博出 就那么喜欢他 我不又自嘲笑了 喜欢 也许 是喜欢过的吧 在最开始 彼此都倾注了真心的时候 又怎会没有过真的心动 但后来对方倦了腻了的时候 又怎会感觉不到 于又烟 我抬眸看向他 眼睛微红着 却又在笑 这三天 能不能让我开心地度过 于又烟似乎也想笑 似乎还想要抽支烟 但他没找到烟 他向后靠在椅背上 闭了闭眼 片刻后 才缓缓开口 三天后呢 季博出 三天后 让我看着你回去许别人 就当自己做了一场梦 难道你不快乐吗 于又烟 我小声地问 却又明显地没有底气 于又烟这次笑了 季博出 我当然快乐 那不就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我故作洒脱 两全其美 于又烟轻声难了难 目光定定落在我脸上 笑意却又变成了之前那种 季博出 都听你的 只要你开心就好 那天晚上 于又烟骑机车 载我出去兜风 我们就这样 旁若无人地穿过整座城市 藏在头盔下 所以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从未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有这样自由过 当我毫无形象地 挥舞着手臂放声大喊的时候 那个被包裹在 童重礼教中的季博出 好像又挣脱开了一层束缚他的脊 而我也不知道 在我享受最后自由的时候 早已对我 没什么感情的未婚妻柳如烟 会因为我一天一夜的失恋 而心服气躁 最后一次打来 季博出依然关机的时候 柳如烟直接起身离开婚房 以为他不会再找自己 却没想到 深夜柳如烟直接来了他的学校接他 从宿舍离开的时候 一腾成心底起了个闲夜 柳如烟出手是大夫 但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一腾成也能感觉出来 柳如烟对他只是一时的新鲜 总有一天 他会对他气落毕业 但一腾成更清楚 自己不可能再找到 比柳如烟条件更优越的女人 他想捞一笔大的 想后半生都负贫子贵 一事无忧 虽然不一定能让他生下来 但万一呢 走出宿舍后 一腾成从包里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套套 逐一扎破了 大约因为他还是学生的缘故 柳如烟对他的防备心并不重 而这一次机会 他一定要抓牢了 酒过三许 柳如烟整个人仍有些提不起兴致 柳如烟 昨晚回去后 柏初哥和你闹了 柳如烟望一眼 歪斜在沙发上的男人 他敢跟我闹 那就行 我还以为 柏初哥昨天看到你跟男孩胡来 气得都哭了 你半夜回去 柏初哥肯定要和你吵的 没想到柏初哥脾气是真好 这都能忍 柳如烟忽然割下了酒杯 昨晚季伯出来过 是啊 我出去接电话刚好撞见他 说了几句话 他哭了 好像是哭了 眼睛红得厉害 柳如烟只觉得 板腔不快请客间就消散了大半 原来这次是真的赤足生气了 所以才会藏起来 电话也关机 柳如烟此时心情变好 连带着看身边的一腾成 都顺眼多了 这男孩今晚不知道用的什么香水 迷得他几乎把持不住 柳如烟将人揉到怀里 一腾成抱起他胯坐到身上 柳小姐 今晚您不会再把人家丢下来 他捏了捏一腾成的脸 今晚最后一次 跟你好好玩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 因为后天我要结婚了 结婚怎么了呀 结婚难道您就不出来玩了 柳如烟轻笑一声 懒了一腾成起身 结了婚当然就不玩了 说完 又回头看向这一屋子 你们都听清楚了 他笑得有点浪荡 语调里 却又带出了几分可笑的认真 以后 我就只有我老公一个男人 柳如烟和一腾成胡闹荒唐的时候 于又威带我参加了一场小小的比赛 那些赛车手 每个人都在了自己的男友 于又威理所当然的也在了我 又威姐 您这次怎么破例了 是啊又威姐 您之前可从来不在男人 于又威拎着头盔做事要打 那人怪叫着往我身后腿 博出哥救命 我震了一下 下意识要解释 于又威却看了我一眼 伸手把我拉了过去 你们别闹他 他脸皮薄 又威姐 原来你也会怜香惜玉 那也是因为博出哥太帅 行了 比赛就开始了 于又威不再搭理那些人 拿了头盔亲自帮我带好 待会儿可能车速会有些快 你要是害怕了就叫停 我不怕 于又威抬眸看我 放荡地笑了笑 那你害怕了抱住我 我才不怕 刚才那一路 我都没叫过一声怕 于又威没多说 只是笑了笑 比赛开始后 我才知道之前不过是小儿科 速度飙起来 急完飘移的时候 我终于还是 吓得尖叫着抱紧于又威的腰 记博出 怕不怕 急风中 于又威大声问我 我明明怕得要死 却还是闭了眼大声喊 我不怕 于又威的笑声肆意而又放荡 在裂风中激荡 记博出 抱紧我 在抱紧点 我听话的紧紧抱住他 车速历时飙到了极限 毫无疑问于又威又拿到了第一 我们在终点停下时 他停了车 将我从车上抱下来 我腿软的站不住 他抱紧我 摘了头盔 明亮的光线在这一瞬间全部灭定 只有我们头顶的星空 遥远而又暗淡 于又威垫起脚 深深稳住我 记博出 我们私奔吧 你敢不敢 他那双眼亮的射人 我能感觉到 他眼神里灼烫的爱意 也许是爱意 没有人可以不被他捕获 哪怕是最胆小最乖的记博出 其实有那么一秒钟 我很想点头 就这样抛下一切 不管不顾离开 哪怕去流浪 居无定所的生活 也好过这样任人摆 但现实如此残酷 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 仍束缚着我 我没有回答 只是低头吻了他 于又威 我想要你 山顶的星子 还有暗淡的光 但山脚下 却已经是深浓的暗色 万类俱进 唯有停在树下的那辆车内 时不时会传出细碎的阴影 后排宽敞 于又威衣衫散落 坐在我腿上 双手抱着我的头 但很快 我就没了力气 整个人软绵绵湿漉漉漉的 趴在了他胸前 于又威轻笑 摸着我的头发 不行了 我没有力气说话 脑子里却浑浑噩噩的醒着 那么可爱的小东西 怎么就一日比一日还要可怕 我觉得自己被烫到发烧了一半 不停地出汗 不停地颤抖 于又威翻身将我抵在下方 他高挑苗条的身躯 柔弱而又有力 我这才隐隐发觉 自己是木墙的 我喜欢这种绝对压制的感觉 喜欢于又威这种强势强悍 却又只会对我心软的女人 我们从前只是点头之交 同在京城 却也只有几面之缘 最亲近的相处 更是只有这短短两日 但他却好似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 明明生了章 看起来就妖艳的女人 明明也是放荡不堪的名声 但就莫名淡 让人觉得可以信赖 我闭上眼 将一切都交给自己的感官 那天晚上 我和余又威都投入到了极致 记不得什么时候结束了 只记得最后一切归于平静时 我裹着余又威的外套 坐在她的怀中 我们就那样安静地拥抱 浅尝折指的亲吻 等待着天亮 等待着 一切回到原点 最后一天 我是在余又威的家中度过的 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两点 我去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 站在洗手台前 准备吹头发的时候 余又威推门走了进来 她没说话 只是接过了我手里的吹风机 头发吹到半干的时候 我好像忽然掉了眼泪 余又威放下吹风机 捧住我的脸 低头吻我眼角的泪 我在镜子中看到 她左腕上那根已经褪色的红绳 打的是金刚节 有点眼熟 这根红绳你带了很久吗 嗯 差不多四年 哪个男孩送你呢 余又威笑了笑 我迷信 寺庙求的 当护身服用 我好像也有过一样的 后来不知丢到了哪里 纪伯初 余又威低头 额头于我的清楚 你是不是要回去 嗯 我没敢抬头看 只是轻轻摸了摸 她肩膀上的一道疤 这里怎么弄伤的 赛车受伤很正常 以后还是小心一点 我再次故作洒脱的轻笑 毕竟身材这么好 留疤了不好 只有身材好浪 脸也好看 床上也很厉害 发样很多 以前谈了这么多 还是有点好处的 纪伯初 嗯 我以前没谈过 余又威似乎不太喜欢解释 皱了皱眉 说了可能你也不信 我对男人一直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 闲吵 余又威垂眸看住我 将我眼睫上挂着的 那颗泪珠服务 纪伯初 明天我在礼堂外等你 放心 我不纠缠你 你如果不来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余又威 我想说 你别这样 本来别人已经对你 带了有色眼镜 如果再做出这种荒唐的事 你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毕竟我和柳如烟有婚约 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娶她 纪伯初 我们只活着一辈子 我希望你活得自由 肆意得知我回了婚房后 柳如烟很快也赶了回来 她身上还沾染着酒气 脸上戴着疲倦的憔悴 将红色外套脱掉 随手扔在了玄关处 伯初 她望着我 眼底的神色 竟是许久未见的温柔 老公 她走到我身前 半蹲下 握住了我的手 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以后我们好好过 好不好 我望着面前的女人 不能否认的是 我曾经喜欢过她 曾经对她抱有过期望 在纪家不被重视 没有得到过疼爱 很希望自己将来的妻子 可以一心一意地爱护我 我幻想过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 幻想过 与柳如烟相如以沫恩爱到了 只是可惜 幻想中就是幻想 我将手轻轻抽了出来 去洗澡休息吧 那你呢 我也想休息了 明天还要早起 说完 我站起身向外走 纪家接我的车子快来了 今晚按照规矩 我得住在家里 那我送你出去 柳如烟相识 这世上最温柔体恤的妻子 亲自送我上了车 我坐在车上 看她站在夜色里 目送我的车子远去 也不知道这生气 演出来又有什么必要 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打开 是一个陌生人 发来的微信好友通知 通过后 对方很快发了几张照片 和视频过来 纪先生 我原本不想打扰人 但是柳如烟做事太狠太拒 你只是因为你干净 她是你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女人 相信我 你们结婚后 她也不会收心的 因为纪先生 不可能做到像我这样 我看完男孩发来的微信 才点开照片 只是匆匆一眼 我就抖着手关掉了 那些画面 实在会乱不堪到了极致 在柳如烟的眼里 她付了钱 所以就可以对那些男孩为所欲为 我是不是要感谢她 就算不爱我 却还将我当丈夫尊重 没有对我做出这样恶心的事 婚礼那天 我醒得很早 也彻底的下定了决心 收拾停档之后 我从房间保险柜里 拿出了几份文件 然后敲响了父亲和继母的房门 我的亲生母亲出身书香门第 但生下我不久就郁郁而终 她留给我的 有很少一部分纪家的骨 和当初她嫁过来时 外祖父家陪送给她的一些珠宝首饰 我留下了她生前最爱 从不离身的一对羊枝白玉琢 余下的全都给了他们 纪家养了我23年 这些东西 就当我回报纪家的养育之恩 父亲和继母都很意外 因为他们早就想到 我母亲留给我的这份遗产了 但我一直不肯疯 总觉得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面相 我得好好守着 但如今我却想明白 母亲当初是抑郁而终的 可见纪家这地方 不是什么好归宿 当纪家的儿子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但正如他们挂在左边的 既然我享受了 二十来年的富贵和庇佣 那么我自然应该为纪家做出牺牲 可是现在 东西都给了他们 我就不欠纪家的 柳家给的嫁妆 没有在我手中 柳家给纪家生意上的帮助 父亲还不知道我的打算 十分欣慰地夸赞我 要娶妻了 也忠于懂事 知道回馈父母长辈了 继母也笑得热乱 以后可就是柳家的姑爷 今非昔彼了 你妈妈九泉之下一定会很安慰 我笑了笑 并没多说什么 记住 成家的人可就不能再耍小性子 你这几天关了手机跑得不见人影 实在太任性 还好如烟不和你计较 若是他动了怒 婚事吹了 你哭都来不及 今后结了婚 好好笼住如烟的心 多帮衬计假 家里好了 你的日子也能更好过 父亲看着我的眼神 第一次透出了十分的满意 也许在他眼里 我就是他售卖出去最成功的的商品 而从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一个有血有肉的 也会难过伤心的活生生的人 婚礼还有三十分钟就要开始 我扯了扯领带 露出了我的颈部 化妆师笑着开口 纪先生 我帮您遮一下这里的痕迹吧 他指了指我颈侧的纹 您和刘小姐真是恩爱 我却摇了摇头 不用了 就这样吧 化妆师又帮我理了李头发 又把新郎捧花递给了我 我抱起花 站起身来 心底那沉重的雾霾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开 药木的阳光 就从那缝隙中照射进来 我知道了 从这一刻开始 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 出去时 我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是余又微发来的一条微信 纪博出 我等你 我没有回复 将手机放回手带 迈不出了化妆师 远远 我看到了柳如烟 而他也看到了我 我看到他眼底的惊艳和喜悦 花容月貌的新娘 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更显得滋容绝代 我停了脚步 恍惚间 好似回到了我们刚订婚那一年 恰逢我母亲的继日 柳如烟陪着我去寺庙 我亲手编了金当节的红绳 又找庙里的主持开了光 在佛前供奉了三天三夜 欢喜地想要拿去给柳如烟 但他并不信这些东西 对于我的心意 好像也并不真实 只是拿起来看了看 并没有戴上的意思 我当时有点失落 但也觉得 女人大多都不喜欢这种东西 很正常 自己也不该 勉强别人非要迎合自己的喜好 那根红绳 后来被我挂在了庙里的许愿树上 和我的许愿牌挂在了一起 到现在 我还清楚记得 自己当日许的什么愿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视线忽然就模糊了 柳如烟的脸 也跟着变得模糊不清 我曾经真心喜欢过他 当初的情谊不假 所以我不后悔 但现在 我也是真的放下了 这个腼腆男 谁想做谁去做吧 从来没有过叛逆期的人 一旦想要彻底叛逆一次 真是有点可怕 柳如烟拿着新娘的捧花 走到我身边时 脸上的笑意就可笑地僵住 他看到了我警侧那些吻 斑斑驳驳 深浅不一 而他还记得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过 他的表情古怪到渐渐扭曲 就连手中的捧花 都差点掉落在地 记不出 这是什么 你做什么了记不出 这三天你和谁在一起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眼底怒意弥漫 我忍不住轻笑 只是尝得先而已 你生什么气 还是 只有你可以 我不可以 尝得先而已 柳如烟难难重复一句 忽然狠狠摔掉了手中捧花 周遭的人群 被这突然的变故下的瞬间安静 记家和柳家的长辈都看了过来 我微挑眉 笑意平静 对啊 你不是尝过了 很上瘾是不是 记不出 我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我也尝过了 尝过后才知道 你原来挺无趣的 没他花样多 所以 我将手中的捧花放在地上 望着他笑意更深 柳如烟 我不娶你了 说完这一句的时候 我耳边有一瞬的嗡鸣 紧接着 仿佛失聪了一般 整个世界都是死一样的安静 但安静之后 世界从又变得生机勃勃 我感觉自己身上最后一层茧 彻底的剥离 我的身体和灵魂都自由无比 我转身向外走 记家众人的表情精彩极了 我父亲和继母好似完全傻了 站在那一动不动 直到我走出去很远 父亲的怒吼声才传来 但我没有回头 我开始向前跑 穿过平整苍翠的草 穿过一道一道玫瑰花缠绕的步 最后跑出那扇大门时 我停了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喧嚣嘈杂的人群 好像是另一个可笑的世界 跑出这扇门 我就再不会回头了 于有威没有开车 他难得地穿了一套白色婚纱 靠着那辆重型机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婚纱的样子 脑子里瞬间就蹦出了似的组 完美新娘 我是真的学坏了 这一刻心里想的竟然是 好想和穿婚纱的他 做一次 他的头发好像特意打理我 格外的有心 好像今天他要结婚 做新娘一样 我停了脚步 站在阳光下看向他 而他也看到了我 看到我那一瞬 他立时站直了身子 一向高傲冷艳的人 却紧张得敏紧的唇 眼底的神色是狂喜 是不敢置信 更多的 却又是滕溪的温柔 纪伯初 他很轻地喊我的能力 长腿阔步 几步就到了我跟前 周遭的绿树悬动 单单勃勃涂满了 整个湛蓝的天幕 余又威 我头好晕 你快放我下来 我几乎要失声尖叫 抱紧他 颤声哀求 他倒是很听话地停下 只是停下时 就狠狠稳住了我 纪伯初 你知不知道 昨晚我一夜都没睡 什么叫度日如年 我终于体会到了 余又威抱我抱得特别紧 像是一松手 我就会飞了一样 以后 一分钟都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 不是说 要我活得自由肆意吗 你只管自由肆意 我跟着你就行 这种蠢事 所以你那天 是第一次 我很意外 毕竟那天晚上 他真不像第一次 是不是很天赋异离 很超常待机 很让你刮目相看 余又威很得意 却又隐约有些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就笑了 余又威垫起脚 亲了亲我 你都不知道 为了不让你嫌弃我 让你舒服 我忍得多辛苦 那我今晚好好奖励你 我仰脸 亲了亲他 但你要穿这套婚纱 柳如烟追出来的时候 正看到我坐上 余又威的机车后座 他气得暴跳如雷 我却很淡定地 对他比了个终止 机车轰鸣着远去 柳如烟追不追来 我和余又威好像都不在意 他载着我穿过闹市 不知走了多久 忽然又停了下来 那是一间很独特的 私人定制工作室 余又威带我进去 工作室的漂亮姐姐 拿出了一件 全手工的结婚礼服 十分简洁大方的款式 我一眼看去就喜欢的不行 余又威催我去换西装 我换好西装 重新装扮好出来时 余又威看我的眼神 把薛丸姐姐都逗笑了 我做了一个邀请跳舞的姿势 好看吗 我含笑看向余又威 他正正看着我 却忽然间红了眼 余又威 你怎么了 我有些意外 过了好一会儿 他好像才稳住自己的情绪 纪博初 你记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没有跳舞了 我呆住了 确切地说 从我和柳如烟订婚后 父亲和继母就不允许我继续跳舞 他们说 以后我要到柳家做姑爷 登台跳舞这种事不适合我的身份 他们几句话 轻描淡写地就断了我的理想和抱负 而那时候十九岁的我 习惯了顺同习惯了乖巧 努力鼓足了勇气 想要为自己争取一次 被拒绝后 也只是偷偷躲起来哭了一场 就随波逐流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后来 和柳如烟感情最好的那半年 我曾问过他 以后我还可不可以继续跳舞 柳如烟怎么说的 安安心心做一个 养尊处优的姑爷不好吗 跳舞多辛苦 你看你的脚都变形了 你不觉得很丑吗 那时候我很喜欢他 心里眼里都只有他 男孩子总是希望 自己在喜欢的人眼里是完美的 我自然也一样 此后很久 我甚至不敢让柳如烟看到我的脚 纪波初 你知不知道 刚才的你 整个人都在发光 眼泪掉下来那一瞬 于又微紧紧抱住我 我想要你做耀眼夺目的纪波初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你跳舞师一样 光芒四射 无人可挡 你看过我跳舞 确切地说 你每一次表演 我都看过 我和于又微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没有举行婚礼 却像是旅行结婚了一样 薛婉姐姐做了很多套西装给我 那天离开时 于又微全都带走了 他好像特别喜欢 我打扮得英俊帅气的 去这世界上每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又准备了多久 而这份心意 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所以他准备这一切的时候 又是怎样的心情 我不忍去想象 但命运恩赐 我最终还是没有错过 准备回京城的时候 已经是深秋 距离那场婚礼 过去了两个月 但很显然 风波并没有过去 柳家迁怒技家 生意上四处打压 而柳如烟的反应 却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接受了唯一一次媒体采访 采访中他说 我的丈夫记不出被人恶意不过 才会做出傻事 他单纯天真 是京城出了名的腼腆男 那位于家千金 是什么样的名声 大家心知肚明 我不知他用了什么手 骗了我的丈夫与他私奔 这件事我绝不会罢休 但对于我的丈夫记不出 我仍愿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他回来 柳家的大门 仍会向他敞开 我柳如烟 意会既往不救 他的深情 简直是赶天动地 这一番言论一出 原本就声名狼藉的余幼威 更是到了人人口诛笔伐的地步 世人坚信 我这个腼腆男士被余幼威骗 而柳如烟愿意给我一次回头的机会 我叩头谢恩都不为过 如果是从前的我 一定会战战兢兢 怕名声受损 怕洗不掉身上污点 怕被人指责谩骂 怕让失去的母亲蒙羞 但如今的我 却已经不再在意这些所谓虚语 回京那天 我去见了柳如烟 你还记得伊藤成吗 我开门见山的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就变了 他怎会不记得 那男人竟然抓破了他 妄想让他怀上他的孩子 这种下作不堪的手段和圈套 说实话他真的见多了 所以他很轻易就识破 伊藤成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 他用了点手段 直接让伊藤成被学校开除了 这件事本来已经水不无痕 柳如烟有些耐喊 我怎么会知道 如果你和他的那些丑事 不想被你家里长辈和媒体知道 就不要再让媒体散步 有损于又微名誉的那些言论 我将其中一张照片拿给柳如烟看 这些照片 你应该不想被人看到吧 柳如烟的脸上 是掩不住的愤怒和意外 所以你只是为了于又微 纪博初 你就这么在意他 我只是说出实情 于又微没有蛊惑我 没有骗我 我做出的一切决定 都只是因为 我想要这样做而已 那你的名声的纪博初 我无所谓啊 你母亲呢 你也不在意了吗 我站起身 笑了笑 我母亲 大概也不希望 我做一个提线莫偶一样的腼腆男吧 可是纪博初 于又微那样的女人 又能靠得住吗 你知不知道他的过去多荒唐 会比你更荒唐吗 你的名声那么好 可实际呢 纪博初 你还是太天真 这天底下的女人都一样 都会有倦怠期 都会有腻了的时候 所以就要睁之眼闭之眼 永远地忍下去吗 如果于又微有一天也这样了 他不会 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不会 我就是很确定了 也许是戴在手上 四年未摘下的那根红绳 也许是他藏在书房里 密密麻麻写满了 我的名字的日记本 也许是一场不漏的看我眼子 亲手拍下的几百张照片 也许是每一次看我的眼神 都专一而真挚 也许是 他让我补足了勇气 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好的伴侣 会让另一半越来越好 闪闪发光 柳如烟只想让我做一个家庭主妇 关在漂亮的大房子里 做一个漂亮的摆设 而于又微让我变成一个无忧无虑 做了件大事 也许是因为生活太过磨难 也许是无法释怀 对柳如烟恨意太深 一腾成用那些照片 换取了一笔剧款 然后逃之夭夭 一夜之间 那些照片传遍了京城每个角落 柳如烟声名狼藉 被家族放弃 被人取而代之 而好事者履清了时间线之后 我和于又微的口碑 自然而然的就开始逆转 但这一切 我和于又微仍是一样的心态 笑谈之后 就不再在意 领完结婚证那天 我带了于又微去寺庙 寺庙里有一盏长明灯 是我为母亲点燃的 于又微和我一起 跪在她的灵牌前 跪了很久 后来我起来后 于又微让我先出去 她说她和我妈妈 还有几句话要说 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但也随她去了 等她的间隙 我又去了那棵许愿树 找到了当年 我亲手挂上的许愿牌 那根红绳被于又微偷走了 但许愿牌还在 只是我发现 旁边又多了一枚 被人用红色丝线牢牢的 和我那一枚绑在了一起 牌子上的字体刚劲有力 我一眼认出是于又微的 她在上面写了两句话 纪博出 可不可以早一点看到我 我握着那枚许愿牌 眼泪忽然就汹涌多况 相克来来往往 人声嘈杂 我听到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 回过头 就看到了于又微的声音 她站在台阶上 白衣黑裤 美丽夺目 看到我那一瞬 她的眉眼就蒙了一层柔和笑 我一是含着泪笑 对她用力挥手 于又微 我看到你了